记者肖于新台北报道,由立委关切,观光局每年提供给过境旅客的机场半日游行程,竟然安排有具有威权象征的中正纪念堂。 据了解,立委周春米上周向观光局表达关心,认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,已通过未来缅怀为群统治者的象征都将移除。 观光局应该自动将中正纪念堂从行程中剔除,避免日后不必要的误会。 为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台,观光局每年投入近600万元经费,设计免费过境半日游,并安排在地导游导览,每日从桃园机场出发,分为上下午两个梯次。 上午行程从上午8点15分开始,中午12点半结束,行程包括新北三峡清水祖师爷庙和英哥老街。 下午行程则以台北市区为主,新京台北市立北树馆及原山大饭店。 中途到中正纪念堂进行观光导览,再到台北101大楼下车拍照。 观光局表示,中正纪念堂是象征性地标,无论是哪家旅行社承办,都会安排在行程当中。 据了解,立伟州川米上周好心提醒观光局应主动避开该行程,既然促转条例已过,建议配合取消中正纪念堂的行程。 不过,观光局表示,该案去年底已由宏祥旅行社得标,行程都已排好,若要修改还需和旅行社讨论。 不过,往年的半日游行程也都有安排中正纪念堂,从未有旅客反应有何不妥。